来一趟穿越之旅 参观古代文人雅士的住宅 满屋子的黄花梨、紫潭等名贵家具 还有各朝代的精美瓷器 大家好,我是安娜千里行 今次带大家去铜锣湾中央图书馆 参观香港珍藏大展展览馆开放时间 由9月23日至10月14日上午9时至下午8时 公众人士免费入场 如何前往 放影片最后面 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疫情期间 门口扫描安心出行指定动作 入场后 正对大门口摆放的 原末至明洪武时期的 同观世音菩萨坐下 左右各有一只清代的同佛师 入口左边是盆栽展示区和演讲厅 右边和中间展示名 清两代的100多件家具 分为偏厅、大厅、卧室、书房、雅序房和室一室二房六个区域 观世音座下后面布置城市一室二房 本次展览策划人兼收藏家李秀恒正在接受有线电视采访 为了加深参观者的印象 主办方利用图片和文字列出展览品的朝代和名称 入口右手第一区域不制成偏厅 坐在清代黄花梨避网面长方凳 碗筷放在明末清出黄花梨方桌 四桌的家具件件价值不非 在这样的饭厅吃饭 咸鱼青菜可以吃出九大鬼的味道 古人家中当然少不了供奉神像 神像后面是清代紫檀屏风 神像被供奉在明代黄花梨酒桌 明末清出黄花梨罗国城方凳 偏厅隔壁是大厅 正中间摆放青雕龙纹紫檀宝座 连脚踏 清代雍正粉彩开光人物大概贯 明末清出黄花梨四出头官帽衣一套四张 清出紫檀成台一对 大厅隔壁制成卧室 明末清出黄花梨玫瑰衣一对 紫檀千百宝代替平头暗 透露出一股时尚的贵气 卧室中间放置黄花梨六住架子床 红地毯和花卉被锦墙衬托 卧室洋溢着一片喜庆祥和 黄花梨交物 平头暗 静台 顶天立地的巨大黄花梨顶香柜 卧室对面被布置成书房 画轴放在明万利青花云龙变大罐 小巧别致的黄花梨关皮箱 简约的清代黄花梨书架 红豆山夫子像木雕 古艺十足的清出黄花梨顶香柜 画画写作少不了一张书桌 明末清出黄花梨卷云文画案 有做好画写好事的动力 做上四出头官帽衣 金榜提名不负有心人 书房汉世一世二房之间隔着雅续房 文人默克约三五知己 在雅续房明察 下棋 府情 举办小型聚会 雅人雅世雅兴雅籍 明末清出黄花梨雕音石图交椅 明末清出黄花梨情桌 雅续房处处散发出一份雅 雅物会雅人 后世的青黄花梨情擠 明末清出赤龙变黄花梨罗汉床 家居区域后面是瓷器展区 展示香港收藏家的200多件珍藏 瓷器制造年代 主要分为唐、宋、圆、明、清代当中加茶寮 今两朝出品 瓷器皆为当时知名窑场或玉窑场烧造 这次展览令人眼界大开 一窥香港收藏家收集的国宝级瓷器和中式家具藏品 除了参观瓷器和中式家具 别错过香港盆景文化研究会的盆栽 盆盆别墅一格 美得难于形容 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如何前往中央图书馆 铜锣湾地铁站一出口左转 沿着寄历左至街 直走到街尾,穿过马路 看到维多利亚公园喷水池右转 穿过树林,走到足球场 看到香港中央图书馆 穿过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 一走出维多利亚公园 马路对面就是铜锣湾中央图书馆 除了地铁,巴士和电车 在中央图书馆都有 中央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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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图书馆